马克,你看咱们去老师家,是不是要带点礼物呢? 对啊,咱们是第一次去老师家带点礼物去比较好 可是送什么礼物好呢?这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礼物 送什么样的礼物其实并不重要 据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历经锦义种 也就是说送礼物不必说很贵重的 能代表你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其实送礼物应该这样 有时候送使用的东西最好 比如喜欢音乐就送和光盘就挺好 去中国人家里做客一般送什么礼物呢? 是这样,我听说去中国人家里做客 一般可以送生花水果这类的 或者送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也可以 我也没想好具体送你老师什么礼物 咱们去商店逛逛也许能调告 一件可以表达怎么心意的礼物 好了,听你的就这么办 咱们先去逛商店,然后去李老师家 李老师,您好 李老师,您好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请您收下 你们好,快请进 你们来就来吧,还带油干吗? 不过,这是我真漂亮 谢谢你们 您在这个方面对我们都很关照 我们特别感激 一直想到来你家看看 又怕打扰您 你们太客气了 你们来我家,我很高兴 本来早就想请你们来 不过前一段时间比较忙 不是在学校上课 又去电台、电视台录节目 基本没有时间 一直拖到现在 李老师想不到您家的房子这么宽敞 这套房子很贵吧 这套房子 房子是一般上市凉亭 说起来实际上不太贵的房子 因为学校以前分配给我的 虽然也有花钱,但比附近三变房子便宜多了 光养天了 也没顾得上让你们喝点东西 你们喜欢喝什么,咖啡还是茶 我喜欢喝茶,上下,你呢? 我也喜欢喝茶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这就给你们泡茶去